hello大家好,我是戴利去看非洲 看见身后没有好大一片茶园啊 今天我们出来逛,路过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他们摘好的茶叶 全部一堆一堆的在这里啊 我们跟着他们一起进里面去看一下 还有两三个人在里面 看一下那边,一片甘蔗林,松树林 景色是不是很好 我跟着他一起走进来给大家拍一下啊 这里还有两三个采茶叶的,看一下他们怎么采啊 我现在跟他们在聊天啊 他们说一天好像是8000先令的工资,16块钱 EVERDAY,ED稍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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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稍 还是比较便宜的啊 我们看一下他们怎么采茶的啊 这个工具就这样 做掩饰的啊,应该这部分是采过的 应该这部分是采过的 按着废里洗,就放到后面 这工具就是一把大剪刀 然后上面搞一点塑料盒 比较简易啊 但是比较实用 这些茶种的话 相当于是当地的本地的这个茶叶 是这种的 不知道什么品种啊 好肯定谈不上好的 不过规模很大的啊 好像是印度人在这边开的 啊,甘蔗林很多的啊 啊,甘蔗林很多的啊 啊,说实话 这户外的景色还是很美的啊 前面还有那些什么甘蔗林啊 玉米林啊 这边上这些种子还是很多的啊 这里的话 今天茶园就介绍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收看